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乾杯 我是小菜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快速減肥餐 因為這陣子我們一直吃 還可以一直吃 吃到有點覺得變重了 所以我跟小菜這陣子要做一些減肥餐 順便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說你有需要 或是你也想要一起減肥餐 就跟我們一起來吧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 今天我們做泰式涼拌海鮮粉絲 泰式涼拌海鮮粉絲 聽起來蠻酸辣的 它又有粉絲 所以吃起來會有保住感 那你們想吃嗎 想知道嗎 想 想嗎 真的嗎 真的嗎 好 我們來做 那我們來做啊 開始 GO 現在要來切這些青菜類的 這個是紫色的洋蔥 那我已經把它先切好泡冰水 大概半個小時 因為它泡冰水的話比較不會辣 那我現在要來切的就是有小黃瓜 還有番茄和一些青菜這樣 小黃瓜我先把它切絲 做這個涼拌菜啊 它的那個砧板生食熟食要分開喔 小番茄啊我們就不煮了啊 我們是直接吃 所以就是要用熟食的砧板 這個要注意一下 不然會拉肚子囉 我陪你一起拉 它肚子瘦更快 好小番茄切好了 那再來就是切一點點的香菜 香菜如果不愛吃的話 就不要加了沒有關係 材料都是可以隨自己喜歡的 然後還有大辣椒 這個大辣椒它是比較不會辣的那一種 是一點點辣度 那加的量也就是大家就自己斟酌囉 現在把它切開 怕辣的話就可以把這些紙把它刮掉 紙刮掉的話就會降低辣度 蔬菜醬差不多準備好了 所以我們要加進去的蔬菜就是有 黑木耳 紫色的洋蔥 白色的當然也ok 然後小黃瓜絲 小番茄 香菜跟大辣椒 那這些剛剛就是切這個熟食的 所以我現在要換切花枝 那剛剛蔬菜都已經切好了 現在就是這些海鮮類的 那有蝦子跟花枝 蝦子的部分啊 我已經先把它頭去掉 然後剝殼 然後也有開背 然後把它的那個凝腸清淡進了 我現在來切這個花枝的部分 切適量的大小就可以了 海鮮類的話可以煮給自己想吃的 不一定是這些很彈性的 好完成 那我現在就要先燙這些黑木耳 我們會用這一鍋水吧 需要的燙的這個黑木耳啊 還有粉絲跟海鮮都用這一鍋水來燙就好了 下鍋 黑木耳它一下子就可以了 大概一分鐘吧 就可以撈起來了 好 好 我先去點一下 我把它夾起來了 好 這個粉絲燙好的時候 我待會要把它泡在冰水裡喔 剛剛已經準備好的冷水 差一點點滿出來耶 稍微把它剪一下 待會比較好夾 包一點點米酒 海鮮我都一口氣放下去囉 好 阿里蝦 你最喜歡 它瞬間變紅了 好 OK 材料都準備好了 哇 接下來只要拌拌拌就完全冷 好 我們來拌拌拌 我先把這個醬汁放到最底下就是跟冬本 結合在一起 超市就都找得到 好 我先放下去囉 好 蔬菜類全部都一口氣等一下下來了 大蒜 如果不吃酸蒜的話 差辣的話可以少加一點 好 這個都是自己的一口氣 全部下來 今天的主角 全下囉 好 全下 等一下 直接辛香料 那最後我會再擠一點檸檬雞 算了就是要拌拌開了 最後吃吃了 開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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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來姐妹 耶 嗯 好吃 好吃 還有一點點檸檬的香氣 嗯 都一點檸檬香氣 吃這個真的會很有飽足感 對 這個很有飽足感 冬粉 就當主食啦 然後還有很多的青菜類啊 跟這個海鮮 嗯 現在天氣都好熱 吃這個最開胃 對 現在天氣都好 吃這個最好 所以他其實做這一道菜 其實也不會很燙 就是把一些自己喜歡吃的青菜 先把它切細絲 那不一定要加海鮮 我就要加那個切好的肉片 你就把它燙一下 那如果是雞胸肉 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的 我覺得都可以 肉類海鮮內有一個通用 那這個吃飽了 待會兒就不會想要吃零食了 呵呵 喂 我看到嗎 這個真的是 超棒的 有沒有 這個 這樣減肥 很棒 不用吃的很可憐 我們吃這個 不要可以持續比較久 真的 你要吃嗎 好壞喔 你有看到嗎 一些減肥吧 哈哈哈哈 在家可以自己試吃看 嗯 其實不會很難 真的 不會很難 這樣減肥 我願意甜甜甜甜 哈哈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為止了 嗯 好 我是CupBen 我是小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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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想看其他影片 請點這裡 噓 噓 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 記得按分享 訂閱 在這裡 在這裡 記得加小鈴鐺喔 拜拜 點這裡喔 我已經翻牌了一點 謝謝